你这个小妖精 你老公再扯你都敢叫我 你老公现在满足不了你了吗 哎呀 早就不行了 更别提 现在都偏瘫了 我的桌就没被滋润过了 你可得好好补偿补偿 这个小妖精 可是你这么个毒 他不会是要死了吗 这个要是万人一让别人知道 咱们的心头肯定还了呀 你都是影帝了你还怕什么 再说当初你让我嫁给他 不就是因为钱吗 现在全都是我们的了 反正他都快死了 何必浪费钱 干脆给我给他女人 那不是一只面吧 弱弱 爸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妈 爸就求你一件事 等我死后 让我和你妈满在一起吧 我求你 我求你 想跟我妈脏在一起 你不配 夏冬 当年我妈生病 药费被你全部拿去赌光 她没钱治病 连止疼药都只能一片一片的买 而你呢 你把她买止疼药的钱 都拿走继续赌 夏冬 我妈当年是活我疼死的 你知道吗 我 我 还有我 当年我饿了三天 邻居家炖肉 我不过就是多看了两眼 你觉得我丢了你的人 和我死里打 若若 爸知道 他对不起你们 他就这么一个愿望 若若有机会 我下辈子 我一定补偿你们 你不配当我吧 你这种没良心的畜生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像你这种 就该死无葬身之地 你居然还想跟我妈合葬 呸 夏冬 你就只配喂野狗 喂狼 走 我 我这一辈子 做了太多措施 要是能弥补 给个多好 我不是死了吗 我怎么在这啊 这是 太平村 老刘 猎三水 这不是我去玩年赌钱那天吗 难道 我重生了 我不是死了吗 这不是我去玩年赌钱那天吗 难道 我重生了 夏 夏 哎哎哎哎 老刘 妈什么乐啊 还玩玩了 玩 哎 现在是哪一年 七月几号 你小子这不是喝多了 这不是九八年 十一月五号吗 你是不是快输光了 装弄卖傻 快下注 快点 九八年十一月五号 是我告诉邱宇那奖来钱 赌博那天 邱宇就是那天晚上 被花花疼死的 幸好 幸好钱还没收完 比起来还来的 小子 你可欠了不少啊 不想回本就想跑 啊 想的没见你 怎么给我放开 哎 老刘家 想死是吧 啊 别逼我 我 你要 我是谁救命啊 谁敢动一下 我要的 不要 来得及 一定来得及 正义 正义等我 千万别入山 千万别入山 妈妈 你妈 妈妈 妈妈 妈妈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啊 嗯 没事 都还没事 妈妈 你 你 你 老婆 我 我回来了 爸爸 你不要再打妈妈了 爸爸你不要再打妈妈了 爸爸你不要再打妈妈了 妈妈太痛了 你又堵住了水 我的药 简单 柔柔 爸爸不打妈妈了 爸爸再也不打妈妈了 爸爸知道错了 老婆 我对这药回来了 老婆你快吃药 来 我过去你拿水老婆 老婆 水 水 夏冬 家里真的没钱了 我不要钱 我不要钱老婆 我只要你活着 你活着就好 只要我活着 这话什么意思 你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 我 我什么也没做呀 我就是去给你买了药而已 买药 你会好心给我买药 你是不是要关心我跟柔柔的死活 你 你是不是要去赌了 你赌出了是不是 你把我还是柔柔给叔叔去了 你说 我没有 老婆我真没有 我是去赌不了 但我没有把你和柔柔输出去 而且我发誓 我以后再也不赌了 我回去挣拿钱 让柔柔天天吃肉 让你们年儿俩 过着好身子 你真的会赶 夏冬 你怎么给我出来 欠债不还 还敢对老子动手 夏冬 你还是骗我 夏冬 你还是骗我 老婆 我没有骗你 我要是再赌 我就登癌症 受监折磨而死 身体被丢到野地里胃口 好 夏冬 给老子滚出来 滚出来 夏冬 你他妈狂的可以 现在不还 还敢跟我耍后 你给老子跪下 李三水 说 你也是要钱 还是要命 夏冬 给我玩愣的是吧 你要是敢弄死我 我兄弟 我 他妈也弄死你 好 那也先是我弄死你 夏冬 快把灯放下 你老婆 长得挺漂亮的 夏冬 艳福不潜 要么这 你怎么找死 快把灯放下 你要是犯了事 你让我跟若若怎么活 你到底欠了多少钱 我不还就是了 实在不行 就把房子卖了坏 只要你人在 只要你洗心革命 什么都好办 李三水 这次是我老婆救了你的命 欠你的五千块钱 要么三天之后我夏冬还你 要么现在你死我亡 好 夏冬 你狠 三天 五千 三天之后 拿不到钱 你老婆 可就不是你老婆了 夏冬 这是我最后一次消息 明天我就回你两家姐姐 你要再敢出去赌一次 你再见到的 就是我跟若若的尸体 秦秋雨 你放心 我夏冬绝对不会再让你们失望了 钱的事 我自有办法 明天 你就在家等着 会有人把一千万 给他们送手门来 这就是价值千万的物价 真看不出来 看着还真就像个羊草子 夏冬 你来干什么 老二 你小子不会是输光了 想偷我的羊吗 偷 我夏冬就是饿死街头 也不可能干这种偷鸡猫狗的事呢 我爸 也刚买的是羊 这不来给你去京吗 那你可找对人了 那杨阳啊 我可是祖传 看见这羊草没 打我爷爷那边去 用的就是他 你这个羊草子看着还真不错呀 这羊草子 起码得卖个两百块钱吧 二百 二百 他们能买十个 夏冬的小子脑子坏了 你这个草子 我真是越看越喜欢 我也是买一个去 吴老二 你这在哪买的呀 我哪知道啊 这是我爷爷买的 要不二百块钱 卖给你就得了 你这是旧的 我想买个新的 我还是自己买 旧的好啊 旧的有羊味 一百八 一百八给你 我给你翻上 来来来 成吧 我还真就喜欢你这个草子 来 来 来 夏冬 前后两清 你可别找后仗啊 放心吧 真不亏 你吴老二亏不亏我不知道 我夏冬绝对不亏 这价值千万的物件 整个成都 也只有半咸堂的刘长生 能吃的家了 找他去 你想要这房子 还是想要这个绿的 我懂啊 对啊 什么玩意 怎么这么真 夏冬 周莹 都毕业三年了 还对我念念不忘呢 追我 都追到这儿来了 我可是参加了 严国好生意 马上 就是出道的明星了 你抱个羊草子 来这儿干嘛呀 赶紧滚出去 当明星 这辈子 你没有这个命 你就嫉妒吧 这里可是半咸堂 可不是你这种 放肴老该来的地方 赶紧滚吧 冬子 我们可是老同学了 上学的时候 我最崇拜的就是你的 你不得帮我歌黄生 不要我红啊 你想怎么样 都可以 周莹 我记得你爸也放过羊吧 怎么 你这只山鸡 和娱乐圈的小杂鱼 蹭点边 就当自己是凤凰吧 这个放羊的 土鞭 请你认清楚啊 我黄生 可是影 这半咸堂进来的 不是名流权贵 都是明星 什么时候 这垃圾 也配进来了 就是 都拉低了我们的格调 古董呢 是我们这种上等人才配玩的 你一个种地的放羊老 别在这儿耳眼了 赶紧滚 怎么回事啊 在我半咸堂吵闹 还没完了 哎 流浪 你快看看吧 下东一个种地的放羊老 搬个羊草子来 还非说是古董 还让你来长眼 真的是笑死我了 低嘴 似乎民间出奇物 是不是古董 没有看过谁敢断言啊 小伙子 你带了什么物件过来啊 让老头子长张眼 这个羊草子 就是 羊草子 小兄弟 你不会是来信任我的吧 小子 哪个破槽子 就说是古董 你真当这半咸堂 是收破烂的 刘老 我看这小子就是来镶嵌您的 是不是戏弄 刘老 您先过过眼 再下去了 好大的神味啊 怎么样 小伙子 这无件我看过了 这就是一个羊草子 哎 他玩古董 你也配 刘老 有没有可能是您看走眼了 这物件真是价值连成的古董呢 刘老 要不您再好好看看 还看 哎 夏总 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 这刘老是什么身份 那时间 那是多么珍贵 没空陪你玩 快快快快 拿着你的槽子 快滚 小伙子 我刘昌生健保四十年 从来没有打过眼 这就是一个羊草子 你如果是花了大价钱的 那你真是血亏啊 这是我花了一百八十块钱买的 绝对是古董 不会出错的 刘老 您再好好看看吧 不用看了 这就是个羊草子 小伙子 不要好高骛远 一百八十块钱就想捡个肉 报复 这怎么可能呢 你回家去吧 回家之后 踏踏实实的种地方羊 这古董啊 可不是你这种身份的人 能玩的 没错 你就是个放养的 一辈子都是个放养的 这古董啊 不是你这种下当成的玩的 快滚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上辈子无老二的羊草子 的确是被人买走 开除了个宝贝 价值一千万啊 怎么到了我这儿 就成了假货呢 难道是保护自会 我明白了 喂 小伙子 你想干什么 你想咋人是吧 喂 喂 刘老 你放心吧 我清醒的喊 不知道你没有听说过 保护自会 什么保护自会 刘老可是整个盐国 最顶尖的古文鉴定家 无数名牛都张仙 让刘老来见尽古董 告诉你是假的了 你算什么东西 还敢质疑刘老 保护自会 你只是个传说罢了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小伙子 你可别冲动啊 这物件 我给你两百块钱 我收了啊 你回家好好的住地方养 千万可别伤人 你可是要坐牢的 刘老 你不懂 这次 真是你看走眼了 刘老看走眼 哎 夏拙 我看啊 你就是脑袖成目了吗 宝安 宝安 快来 把他给我抓走 他要伤害刘老 喂 刘老 你们看好了 什么叫做一夜障目 不见泰山 什么叫做保护自会 明珠暗头 什么叫做沉浸光声 赵破山河 笑死我了 这不就是个摇桃子吗 还什么 沉浸光声 赵破山河 去 笑死人了 就是 一夜障目 不见泰山 哎呀 我看 哎呀 小伙子 你搞什么鬼 这么自然 曝光 曝光 这是封印千年终日不见天月的宝物现实 才会发出的光啊 这物件 究竟是什么了不起的宝物 上 上周的 四阳风尊 这真的是四阳风尊啊 国宝现实 国宝现实啊 这国宝 要真正世界啊 四阳风尊 这真的是四阳风尊啊 国宝现实 国宝现实 这国宝 要真正世界啊 四阳风尊 这 老 你可看清楚了 这四阳风尊可是传说中的物件 这 这怎么可能会是真品的 这 什么四阳风尊 不光是个羊桃子 哪是什么古董啊 放肆 经老夫界定过的宝贝 殊不胜数 从没有走眼过 你们两个 这是在质疑我的眼光吗 啊 你们觉得老夫御史不分 没有没有没有 刘老 我们怎么敢质疑您的眼光 我只是 这 只是 这个家伙 他是个赌徒 对 说不定 他弄个房品 过来就是为了欺骗您的 目不失诸 目不失诸 四尊长进高圈族进步高速 四边装饰着三种纹路 肩部四角 为卷脚的羊头 整个房尊一气合成 巧夺天宫 可谓是这一机制的 清通电话 这种物件之所以是国宝级的宝贝 就是因为他 即使凭借着后世的地义 也无法轻易的放置 不愧是刘老啊 有眼光 哎呀 小兄弟啊 你可是羞煞老夫了 老夫竟然没有看出来 这宝物他自会 哎 差一点眼睁睁的 看这宝物 从我眼皮子底下溜走 这件宝物 你出手吗 一千万 我半天堂输了 一千万 你个破洋桃子 值什么一千万呀 一千万 刘老 这值一千万 回一个影帝 他都值不了那么多 刘老 您别上当了 两千万 这四阳方针的道 我董木晚 上的心甘情愿 两千万 这四阳方针的道 我董木晚 上的心甘情愿 董木晚 龙皇娱乐总裁 一手创办了龙皇娱乐商业帝国 涵盖电影 电视 综艺 歌曲 各个领域 可惜啊 最后落得个手下金牌编剧 被人挖走 公司被吞并 还负债百亿 自杀身亡的下场 董总啊 您也看上这四阳方针了 没错 家族受担 本想选的好物件 没想到 遇到国宝出事 也算是 可遇不可求了 董总 我是皇孙 我是您 阎国好声音的特邀主持啊 您可千万别被他骗了 这个夏东啊 他就是个指挥帮羊的土鞭 这东西 说不定就是他坊 董总 我 我是那个好声音的 参赛选手周莹 这个夏东啊 是我同学 从小就认识他 他呀 就是个骗子 住口 我做事 需要你们来骄 掌嘴 自己来 哎呦 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 我来 哎 等会儿 快我们坐 我们坐 我们坐 坐 下先生 两千万 能否将这四阳方针 割碍于我 董总啊 你还是另选一件吧 咱们总要捡个鲜来 够到对吧 我出两千五百万 三千万 三千两百万 这四阳方针 我志在必得 我要做我半前堂的 镇馆之宝 四千万 四 五千万 我的 六千万 刘总 这是我送给爷爷的 一片孝心 如果您继续叫价的话 那就 七 算了 算了 哎呀 董总啊 我服了 我争不过你 不和你争了啊 这四阳方针 归你了 夏先生 六千万 能否割碍 我只要五千万 不过我需要董总 再另外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样的条件 能让夏先生 直接出价一千万 如果太过的话 是我不能答应 我要一个 直接能参加 严国好声音 决赛的资格 夏先生 也对娱乐圈感兴趣 也想当明星 不过 这个资格 可不值一千万 我不想当明星 但是我有不得不惧的理由 周雁 皇上 你们的根基在娱乐圈 上一世 你们害我被野狗吞噬 这一世 我要拔掉你们的根基 让你们身败名裂 没想到夏先生 不但眼光卓绝 连心思也如此通透 没问题 我答应你 这是我的名片 还有这部电话也送给你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 稍后我会派人 将五千万送到府上 多谢董总 那我就先告辞了 董总慢走 三日后我们再见 期待夏先生 给我带来更多的惊喜 气死我 气死我 夏东这个土匾 居然能赚一千万 赚一千万又有什么 人呀 你马上可就是出道的明星了 到时候 你还不是勾勾手指头 他就有点味道的 给他十六区下 放手 他放手在一千万 那真是便宜他 一身的养生 恶心思 梦远前 再来 啊 滚滚滚滚滚滚 你个永娘生没爹养的野崽子 想吃红肠肉啊 找你那野爹 下东买去 这儿女 欺负我闺女 我怎么送死你 这红肠肉真点劲呢 妈妈 我想吃红肠肉 咱先回家 等妈妈挣了钱 给你做红肠肉吃 挣钱 得了吧 你们家 又下东那个无底洞在 我看 你们家一辈子啊 都吃不着红肠肉了 修宇啊 这俗话说得好 男人啊 有钱就变坏 这女人啊 变坏就有钱 就凭你这长相 深短 那想赚钱还不简单啊 没错 这三水哥啊 就在城里开开机会的 这里边呀 就缺你这样的苦鸟 你就陪人啊 聊聊天 唱唱歌 跳跳舞 帮人排解一下劲 这钱呀 可就哗哗的就来呀 若若 劝劝你妈妈 就去歌厅里头 陪陪劲 如果你呀 能天天吃红肠肉 你别说了 是总要做的钱 或是不会挣的 这咋还狗咬里头编 不是好人心的呢 啊 不想去是吧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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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有娘生没爹 养的野菜 想吃红肠肉啊 找你那野爹 夏拙败去吧 赵儿女 欺负我闺女 我怎么弄死你 呀 夏拙 你他妈敢揣我 让我老婆当三白 怎么让你老婆去刀 再多说一句 我怎么弄死你 我这可是为了你好 你个毒鬼 老婆孩子连口红烧肉都吃不上 还不如让你老婆出去呢 就是 你们别不吃好人心 就算跟着你这样毒老鬼 你老婆怎么能去那样地方 行了你别说了 夏拙已经洗心革命了 她不会再堵了 我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 好起来啊 现在一屁股债 不堪啊 你们家这辈子 都吃了红烧肉了 红烧肉是吧 今天我们就吃 吃一枕头 吃到要全死人吐 喂 董总 我是夏拙败 先给我送一枕头猪来 先给我送一枕头猪来 有有有有 还送一枕头猪 夏拙败 我看是风大 你不写闪了舌头是不是啊 诶 段家的 他不会说的是真的吧 他拿的好像是数捷 手捷 假的 肯定是假的 这三水哥都没有手捷 我可是听说 那哥的一万多呢 夏拙 你是猪鼻子里插大村 你真用装啊你 一头猪上千块钱 我看你怎么收场 夏拙 咱们回家吧 脆肉算不迟了 秋元 放心吧 我说有人给咱送一头猪 就会有人送猪来的 爸爸 那我能吃红烧肉了吗 能 柔柔放心吧 不但有红烧肉 还有红烧肘子 红烧排骨 红烧蹄膀 猪耳朵 爬猪脸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我都要吃啊 你吃个屁 夏拙 你要真能弄头猪啊 我就敢上个舞踢的 夏先生 这是您要的猪 给您送来了 这 这 这真是一头猪啊 你们搞错了吧 这夏拙 它就是一个穷鬼啊 这 夏先生吃肉 还有买吗 这是我们董总 给夏先生安排的 这 这我 大一头猪 起码有三百来斤吧 夏拙 这么多肉 你吃得完吗 我吃不完 就是扔垃圾堆 也跟你们没关系 秋元 柔柔 回家 我给你们做 全猪叶 秋元 上赛了 红烧肉 红烧肘子 红烧排骨 爬猪脸 凉拌猪耳朵 梅菜 口肉 这肉真香啊 夏拙 家也太蛇子了 做这么多肉 过年也不敢这么吃啊 这么多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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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做了一枕头猪 做全猪宴 可馋死我了 哎呀 夏拙 这么一枕头猪 你们也吃不完 那给大家伙们分分的呀 给你们分分 对呀 你们家 我们这帮街帮邻居 可都不少帮衬的 没错 没错 帮衬 去去去去去去 借个毛啊 借 你别忘了 夏拙还欠我们家钱呢 去去去去 街坊邻居 帮衬 我问你们 我们家穷的 接不开锅的时候 穷雨上你们家借粮 有谁 借过一粒粮粮 借过的 进来吃 我女儿弱弱 饿得发烘 在你们门口 祈求一口吃的的时候 你们谁给过 这一口吃的 给过的 进来吃 行 不完我们就算了 你们有谁 没有欺负过 邱雨和肉肉娘俩的 进来吃 街坊邻居 都是一群 披着人皮的 豺狼罢了 想吃肉 你们配吗 滚 街坊邻居 都是一群 披着人皮的 豺狼罢了 还想吃肉 你们配吗 滚 这 这夏拙 你太不把 咱们当邻居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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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不把 我们当回事了 有这样的 你 夏冬 这 不会有事吧 放心吧 秋雨 这一群老柴狼 馋死他们 也不敢动 若若 这不是你最喜欢 吃的红烧肉吧 怎么不吃呢 以前 都是半巴 吃收下的 我们才能吃 都是半巴 吃收下的 我们才能吃 都是半巴 吃收下的 我们才能吃 吃收下的 我们才能吃 妈妈给你加快红烧肉啊 吃 吃什么吃 我不回来你们都敢吃饭了 以后给我记住 你们 这都是我吃 剩下的 住手 住手 我以前真是住手 海马 肉肉不吃 肉肉不吃肉了 小冬 你别吓得 孩子 不管你在打什么主意 我也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就算是要把我母女两个人卖掉 至少让我妈有事就能犯行吗 秋雨 我以前就是个助手 但我现在已经改了 我已经挣了大钱了 我保证 我以后 我会再动你们一个指头 我要是再办 就让我胃狗 胃狼 放起来 先吃饭吗 肉肉 来 吃红烧肉 夏冬 你敢在家里吃香的和辣 没门 媳妇 咱们等会就告诉三水哥 看夏冬 欠钱不还 还在家里边吃整猪烟 看三水哥 咱们收拾 走 你吃 困 老婆 来 红烧肉 尝尝我的手 怎么样 喂呀喂呀 喂呀妈妈喂 好 来 肉肉 香不香 香 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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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三准的要债了 待会儿我进去 都吃上全猪烟了 搁几个的钱该还了吧 李三水 这三天时间还没到呢 这么着急扯上门啊 夏冬 都听说了 你今天买了只整猪 不会把搁几个的钱 都吃肚里边了吗 有钱吃猪 你得有钱还债 今天搁几个的钱啊 必须得要到手 五千 你等着啊 三分钟之内 钱到你手上 三分钟啊 五千啊 夏冬 别给我拖延时间啊 搁几个这钱 要是拿不到 你的时间就不多了 三分钟 夏冬 您的时间可不多了啊 嘿嘿嘿 水哥 要是他拿不出钱 咱们就把他老婆 带到KTV里当小姐怎么样 张儿吕 你找死 三分钟后 我成全你 夏冬 你就别装了 那平时啊 连饭都吃不起 现在是整了 整一头猪来吃 啊 那你肯定是装的 看酸水哥 怎么拆穿你的 时间到了 我的人也该到了 拜天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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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国银行 苏扯苏经理 哎 夏先生 谁是夏先生 这里没有什么 姓夏的先生 四经理 找错地方了吗 这儿没有夏先生 对呀 你肯定是搞错了 我们这里都是一帮子 泥腿子 这哪里有 什么 夏先生 我姓夏 闭嘴吧你 夏冬 你以为你姓夏 就是夏先生了 知道这位是谁吗 燕国银行总经理 存款低于五百万 都没资格见他 哎哟 夏冬 你说你姓夏 有什么用啊 人家要找的是 存款五百万以上的 夏先生 不是你这个 废物夏冬 你敢侮辱 我们燕国银行的 至尊VIP 夏冬先生 什么 夏冬 你们背景的夏先生 是夏冬这个废话 再敢出言不许 你这口牙 就别要了 夏先生 我肯请您 把五千万存款 存到我们 燕国银行 五千万存款 夏冬 夏先生 不不不不 肯定弄错了 这肯定弄错了 周将领 他就是一穷鬼 他欠我五千呢 那不是啊 那夏冬就是一个 吃不起办的废物 怎么可能是 严国银行的 至尊便器 你肯定是靠错了 说完了吗 说完了 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五千万 有多少 夏先生 这里五千万 我们严国银行的 至尊黑卡 这是五百万现金 我们提前支付您的利息 什么 费息五百万 演戏 演戏对不对 夏冬 你是请这些人来演戏 来吓唬水哥 不要花钱是不是 什么人能请 严国银行的苏经理来演戏 小先生 错了 小先生 错了 小先生 这些人 要不要帮您处理一下 不用 他们只是一群屈原覆势 建立妄议之徒罢了 和他们动手 降低了我的身份 滚 好 好 滚 水哥 这下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钱 连燕国银行的苏经理 都对得毕过毕经理啊 缠 给我缠 我就不信了 这个憋三儿这么快爬到我头上 好 走 夏哥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怎么跟那一句叫你夏先生 一会儿都拥有了五千万了 秋雨 我说过 会有人亲自送来千万现金 这不就送来了吗 夏冬 你老实告诉我 这五千万到底怎么来的 秋雨 你放心 这钱啊 是我买古董 简陋赚来的 堂堂正正的 一个古董值五千万 夏冬 这不对 财不外落 现在他们都知道我们有这么多钱 一定会对我们断歪心思的 秋雨 你放心 我不怕他们起歪心思 因为只有钱 只会成为别人眼中的肥肉 接下来 我们还有永明 有地位 站在这个世界的最高峰 让这个世界 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们 永明 还有地位 那这些 可不是有钱就能办到的 秋雨 你就安心在家等着 三天之后 我要让整个阎国 都知道我的名字 周寅 黄生 你们也要胜败灵灵 谢谢 谢谢各位导师 谢谢各位观众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 这里是 阎国好音乐的 海选决策现场 我是 主持人黄生 这就是 阎国好音乐的海选 不出意外的话 周盈 会成为决赛冠军 卧槽 有黑幕啊 你怎么知道 周盈是决赛冠军呢 也是 周盈本身就是 夺冠热门 接下来 就是卖惨环节 卖惨 什么是卖惨 大家可能不知道 周盈小姐 从小就热爱音乐 三岁丧父 特别的不容易 接下来 请周盈小姐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可能不知道 周盈小姐 从小就热爱音乐 三岁丧父 特别的不容易 这主持人说什么 你都知道 你是半弦啊 大家好 我叫周盈 我家里特别困难 因为妈妈从小就告诉我 求人家的孩子 早当家 不可能 这都能被你猜到 大家好 我叫周盈 我的家里 特别的困难 因为妈妈从小就告诉我 穷人的孩子 早当家 尽管卖惨吧 卖得越惨 待会打脸就越疼 我从小就热爱音乐 可是因为三岁那年 我就失去了爸爸 可是我三岁那年 就失去了爸爸 我只能把这份热爱 压在心底 我只能 把这份热爱 压在心底 我为了我的梦想 来到了好音乐的舞台 我为了我的梦想 来到了这个舞台 是好音乐 给了我这次机会 太惨了 太惨了 对不起啊 周盈 说出你的梦想 我的梦想 就是拿到 严国好音乐的冠军 来告慰我爸爸的 在天之灵 告诉他 他的女儿 成就了音乐梦想 我不信 我不信你还能猜得到 我的梦想做事 拿到严国好音乐的冠军 告慰我爸爸的在天之灵 告诉他 他的女儿 成就了音乐梦想 那 那你告诉我 周盈 多少分能拿到冠军 他会全票通过 拿到满分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从来就没有选手 能拿到全票 满分 你如果给四位导演 每人二十万 你也能拿到满分 大黑料 大黑料啊 周盈 你的歌声呢 婉转动人 你的身世 更是让人同情 但是啊 我最欣赏的是 你身上这种 不放弃 不抛弃的精神 你这个性格 非常让人喜欢 我支持你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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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真的是全十分通过 周盈冠军 这就当手了 全票通过 也不见得能拿到冠军 不可能 这主持人 马上就要宣布 冠军得主了 我夏冬说的 拿不了冠军 就拿不了 因为我 也要参赛 你参赛 借记得也用 恭喜周盈小姐 全票满分 通过导师评选 现在 我宣布 严国好音乐 还选全国总冠军 是 我不行 我夏冬 要参加好音乐 这冠军 你周盈 得不了 我夏冬 要参加好音乐 这冠军 你周盈 得不了 夏冬 你怎么来了 谁把这个放牙子放进来 老大 快把他丢出去 是我 是我 请夏先生来的 东总 你怎么把一个放牙老子放进来 这是音乐 是艺术 他一个放牙老 他懂什么 你 这不是开玩笑吗 你没有听过 怎么知道夏先生不懂音乐 我相信夏先生 董总 您不知道 这个夏冬啊 他就是个狗皮钢药 在学校的时候就追我 他是看我 现在马上要成明星了 跟我的距离越来越远 以后啊 就再也没机会了 就想毁掉我 他呀 根本不懂音乐 得不到就毁掉 这位夏先生 你未免有点太偏激了吧 没错 夏冬 音乐是什么 音乐是艺术 是高雅 是上层社会的娱乐的东西 你懂什么 知道什么是五线谱吗 知道什么是和弦吗 知道什么是乐理基础吗 啊 没错 夏冬 那么多的乐器 你认识几个呀 知道什么叫编曲 什么叫作曲吗 像音乐这种高雅的东西啊 不是你这个放羊老 可以染指的 小伙子 隔行如隔山 我劝你还是赶紧走吧 音乐可不是你这种农民 可以亵渎的 你们就那么肯定 我夏冬不懂音乐 唱我歌啊 我当然知道 我跟你同校三年 你除了会像狗一样舔着我 还会什么呀 啊 我知道 你结婚了之后 还一直对我念念不忘 你还自暴自信 还成了毒鬼 夏冬 不要以为会两句民间的调子 就是董音乐 就敢来这里唱歌 夏冬对吧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我呢 今天就给董总一面子 但凡你今天能唱出一首歌 没跑掉 没掉节奏 我呢 就给你参赛的机会 好 既然是董总的面子 那我就见花献佛 一首董小姐送给董总 什么董小姐 我根本没听过这首歌 是啊 是通俗 还是美声 还是摇滚的 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 没错 我叱咤歌坛二十多年 从来就没有听过这首歌 谁写的 这个世界还没有这首歌 也没有这个类型 这是我自己的原创歌曲 这个类型叫做民谣 什么原创 你一个放羊老跟我说原创 这简直为人耸听 夏东 你真是夸得可以 笑死人了 还说自己是原创 还起了个什么流派 在在 民谣 民谣 恐怕是那些民间的艳俗取调 夏东 如果真是这样 那你就这真的是在 侮辱动作 没出过井底的青蛙 见不得天高 没出过池塘的泥秀 见不得海阔 人之所以无知啊 是因为不能打破认知 我对你们了如指掌 你们对我的实力 一无所知 所以 不要拿我和你们比 你们不配 夏东 你真是狂得可以 你还真敢唱啊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出丑 像狗一样被赶出去 东总 难道 你真的让他在这儿唱歌 为什么不呢 我从没有听过 别人写歌送我 为什么不听呢 他一个放羊子 他能唱出什么好歌来 那就拭目以待吧 这种前奏 我真的从未听到过 难道 这就是一种新的流派 民谣 董小姐 你从没忘记 你的微笑 就算你和我一样 渴望着衰老 天啊 这个声音 这个曲调 真是闻所未闻 东小姐 东小姐 你从没忘记 你的微笑 就算你和我一样 渴望着衰老 他怎么会唱 他怎么会唱啊 这个在学校三年飞 怎么可能 有这么好的歌 上创作天赋呢 真给这个臭凤凤凤的 唱出来了 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爱上一匹野马 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 这让我感到绝望 董小姐 这个夏冬 是拿这首歌向我表白吗 可是他已经结婚了 哎 我在想什么呢 这种曲风 自然亲切 简单朴实 帅真好听 这个夏冬 我们滚蝶娱乐 要不惜一切代言 接下来 周遥 我已经唱出来了 怎么样 不可能 这绝对不是你创作 我了解你 这一定是你抄袭的 同校三年 你要是有这种天赋 为什么到现在才展露出来 没错 夏冬 你一定是前一段时间 卖了古董赚了一千万 然后 你就看董总 有钱有实力 你就想宽复董总 就专门高价 买了一首歌 唱给董总听 然后 拨得董总的青睐 是不是 我这位子最看不起一种人 就是抄袭 你这是被金钱的收买 你这是对创作的亵渎 我告诉你夏冬 你嗓音确实挺好的 但是啊 我对你的人品 我写一过 好 说我抄袭 你们有证据 还需要什么证据啊 这随便一打听就知道 你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废物 能写出这样的歌曲 不可能 除非 你自己证明你自己 对啊 要想证明不是抄袭 很简单 那你就现场 创作一首出来 你们亲人太甚 一首好歌 需要的是精挑细拙 哪有现场创作的 而且还需要精品品质 他都能创新一个流派了 为什么不能现场创作呀 你刚刚不是借花献佛 送给咱们董总的一首董小姐吗 咱们现在的地处成都 你能不能以成都 给我们创作一首歌曲啊 对啊 有本事你现场创作一首成都 夏冬 你敢吗 有本事你现场创作一首成都 夏冬 你敢吗 你们这不是难为人吗 让人家创作 还要指定题目 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我想问问 整个阎国乐坛 有谁能做到 没错 我们滚蝶娱乐 金牌制作人十一位 没一位能够说能做到 巨星急得不行 天王急得也不行 还有 四位导师 你们行吗 我们只是歌手 我们又不是创作人 对不对 这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 我不想相提并论啊 不用再争论了 我行 成都对吧 我不止现场创作一首 我还可以现场创作一百首 题材 类型 名字 你们都可以听 疯了 疯了 夏东 你真是狂上天了 我们阎国最顶级的音乐制作人 也没这么猖狂 还现场创作一百首 怎么可能 我算知道了 什么叫年轻人 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见高英儿 跟你死磕到底 我给你上一课 你今天这成都 我看你现场给我创作 你创作不出来的话 我保证 这阎国娱乐圈一头 没有下动的立足之地 你们放心 今天之后 整个阎国娱乐圈 我说了算 都给我听好了 让我掉下眼泪 不知昨夜的酒 让我依依不舍等 不知你的温柔 我去 大哥神人哪 这金曲张口就来 看不透 看不透 这个夏冬 简直深不可测诱 唱的虽然不错 但是跟成都没关系 都算 我绝对不相信一个农民啊 能创作出来这么好的歌曲 点不到成都的题 他唱再好都得输 我倒看他都装多久 成都 待不早的 只有你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 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也不停留 金曲品质 成都 点齐了 我会帮手揣进裤兜 你会挽着我的衣袖 我会帮手揣进裤兜 走到玉林路的尽头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思绪优美 意境婉转优扬 才华横溢 才华横溢啊 金曲笔制 成都 点齐了 点齐了 我不信 我不信 想看这么粗笔的人 怎么可能会写出这么优美的音乐 我不信 这次我要先 先 点齐 必须先 亲爱人的冲场下 亲爱人的火车 亲爱人不管到那儿都不能不吃泡沫 大礼 二海 二海 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 谁的肩上没有过痴痕 也许爱情就在人海边等着 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 关关关关 爱恨就在春天 几杯推人情丝天 爱恨茫茫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 你不属于我 我 举荷残满地上 你也笑容一番黄 花若人断肠 又是拳击的举风 谁人 谁人呢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明天 我相信精神没有地平线 高音 高音 你够了 你在这发什么疯 夏先生创作了那么多首金曲 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你已经输了 你已经输了 我 我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他竟然这么有才华 夏东 你就是来羞辱我的对不对 你就是想证明我永远无助对不对 我不需要向你证明什么 我不信 你就是对我欲情未良 你就是想证明自己 证明你的才华 证明你配得上我 证明我三年前 没有选择你 是我的损失 让我后悔对不对 周莹 是你想多了 三年前我追求你 完全是因为我瞎了眼 至于今天 我只是想毁了你的前途而已 了结我们前世今生 所有的恩怨 笑吗 你能毁得了我 我承认你是个天才 那又怎么样 没有资源 没有背景 在娱乐圈 一样出不了头 当不了明星 我没想过当明星 从来没有 虚伪 不想当明星 你来这干什么呀 来让我承认你很优秀吗 来这让我后悔吗 好 我承认 我后悔了 我后悔看清了你 现在 我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离婚 并且 你把你写的歌曲版权 全部都给我 我就给你一个 追求我的机会 不好意思 我对别人做烂的公交车 不感兴趣 别 你说我是公交车 好 我告诉你夏东 你写这么多歌也没用 你甚至是东东也没用 这是好音乐 作为导师说了才算 冠军 你拿不走 同意你回不了我 夏东 我承认 你很有才华 但是 我真的太喜欢周莹了 我也很稀才 对不起 我选周莹当冠军 我也选周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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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英 四位导师 你们想造反 相违约吗 你们想造反 相违约吗 等等 我们可没有违约呀 虽然做好音乐呢 是您投资的项目 但是啊 咱们当初签订的协议说 只要歌手本身 不出现负面问题 我们四个 就能决定冠军是谁 所以说这夏东啊 他得不了冠军 你以为夏先生 稀罕你们的冠军吗 夏先生 您简直就是一个天才 纵观整个娱乐界 都没有像您这样的天才 不知道您是否愿意签约 我们滚舍娱乐 愿意以天王约签您 签约费三千万 我们组合娱乐 签约费五千万 各位 夏东先生是为我而来的 要签约也是跟我们龙皇钱 签约费一个亿 董总 签约费一个亿 你好大的手笔啊 签约一个夏东就要一个亿 那我们四个是不是要另外追加十个亿啊 我们四个哪一个单链出来不比他夏东名头大 你们的名气是比他大 但你们的未来 谁有他走得高走得远 就他 还走得高走得远 我们四个一句话 他在这圈子里寸步难行 你们的意思是想封杀他 你们这么做 就不怕龙皇娱乐封杀你们吗 龙皇娱乐呢 确实大 但是不能大到一手遮天对不对 就比如说您的对家 龙仪兄弟的乔少坤乔总 也不会弱了咱们的龙皇娱乐是吧 看来你们是已经找好了夏家 想要跟龙皇撕破脸了 我们可没有 但是如果董总不听我们的 我们只能去投靠乔总了 董总 不用为了我和他们翻脸 我本来对当明星就不感兴趣 对付他们几个杂碎 我自己办法 夏先生你不用担心 今天你的台 我龙皇娱乐站定了 我龙皇娱乐 今日起将动用一切资源 封杀高英 杨角峰 汪乾坤 李大松 从今日起我们龙皇娱乐动用一切资源 封杀高英 杨角峰 汪乾坤 李大松 封杀我们 你龙皇娱乐虽然很大 但封不封得了 你得问乔总 没错 东小姐 这个世界就是资本说了算的 如果资本说了不算 那就说明资本它还不够大 哎呀 乔上说的没错 童总啊 这冠军啊 就只有一个 这周也不算 您何必为了一个放羊佬 闹得大家都不愉快的 你说是吧 我身上又没有负面新闻 我资深也不犯错 这思维倒是选择我呀 合情合理 我们龙皇娱乐绝不妥协 大不了鱼丝妄破 东总 不用 我早就知道他们是一秋之鹤 狼狈为奸 幸好我早有准备 周大爷 进来吧 周大爷 夏东 你是在来搞笑的吗 这娱乐圈 我可没听说过 有哪个姓周的泰山北斗啊 还想来给你撑场子呀 就是 这娱乐圈啊 就没有姓周的 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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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在这儿 爸终于找到你了 周永 你不是说你三岁丧妇吗 那这位大爷是谁呀 还有这四位导师 你们说你们输了算 你们背地里 每人收了周英二十万 那又怎么说 周英小姐 您在台上说您三岁丧妇 现在您是否能解释一下 这位老名家是谁 哦哦哦 周英小姐 你在节目上故意卖彩博取同行吗 我 我没有 这老头我根不认识 他不是我爸 不是 我 我没有 这老头我根不认识 他不是我爸 不是 我咋就不是你爸呢 这货口本还在这儿呢 你不是 你就是夏东过来的 我爸早就死了 你不是我爸 闺女 爸就你这一个女儿 你为了当明星 咋连天娘都不认了呢 你小时候 屁股上有一个红迹 这还能有假 我爸 是你 都是你想毁了我 他不是我爸 是你成的演员 你拉着 你拉着我 来来来来 把他给我拉出去 快快快快 闺女 闺女 你怎么给你爹了 闺女 周英 你别装了 你虚荣骄傲 嫌弃亲生爹娘 为了卖散博取同行 抛弃亲生父母 另喷高枝 你早就傍上黄生了 对不对 你你你你你 血口被人 我和周英 可是眼关系都没有啊 是他自己不认爹妈 跟我黄生什么事 父生 什么叫我不认爹妈 不都是你教我的吗 还有 不是你说 想出名 这些卖餐 越可怜越好 还有啊 这四位倒是 不都是你打里头的吗 不用护咬了 这好音乐的冠军 不都已经内定了吗 四位倒是 你们每人给了二十万 买的不就是周英冠军吗 我没有 这简直是维言耸听 高老师 您是医院界的前辈 请问您是否真的 收取了贿赂买卖冠冠军 高老师 若是没有受贿 那为什么放着 夏冬这位天才选手不选 而选了周英小姐的 倒是受贿 买卖冠军 签约费百倍赔偿 你们的签约费是多少 五百万 还是一千万 那你们要赔偿的数 小少 你不能不关我 你快送送我 小少 你不能不关我 你快送送我 小少 这么多人赔偿 那个 董小姐 咱们相识多年 又是同行 今天就给我 乔少坤一个面子 这五年金啊 就免了吧 你算什么东西 你这个面子 我董木婉不给 董木婉 你要跟我瞧瞧 撕破脸是不是 乔氏公然抢我的人 还有什么脸 他们四个敢背叛龙黄娱乐 按照合同 应该百倍赔偿 一共四十亿 乔少 你这么想保 这几个吃里爬外的废物 不如这四十亿 你来替他们给 好 这可是你说的 从今天开始 龙英他们几个 就是我龙翼兄弟的人 不就是四十个亿吗 我乔少坤敢赔 你龙黄娱乐 敢接吗 乔少坤 你想做什么 不止如此 从今天开始 所有愿意弃暗同名 从龙黄娱乐 转入我龙翼兄弟的 我寄你们出违约金 另外 我给你们出 双倍的签约费 没了艺人 我看你这好音乐 还三八八的下去 乔少坤 你这是扰乱市场 扰乱市场怎么了 我乔家有的时间 挖几个小小的明星艺人 算得了什么 我看是我乔家 先挖不起人 还是你龙黄娱乐 没有艺人 先斗屁 我们走 走 乔少坤 你高架挖死我的人 就算是乔氏 也撑不住 我记得上一试 龙黄娱乐就是因为在半年后 遭受了乔少坤挖走无数编剧和歌手明星 又出手举及了董家各项产业 龙黄娱乐才被迫宣布破产 难道因为我插手导致事情提前了吗 喂 董董 我们公司编剧团队那百名编剧鸡皮离职 已经入职龙翼兄弟了 还带走了将来创作的歌曲 这可怎么办呢 什么 董墓我是个好人 我得帮他渡过这死难关 夏东先生 龙黄败局已定 您和他签约 他会遭到血厂 不如和我们滚爹签约 签约金 我们愿意提制 一个亿 我们纵横出一亿两千万 夏东先生 和我们签约吧 夏东 现在龙黄娱乐被乔氏针对 就算是你签约了我 我也很难给到你好的资源 你现在是想选老牌公司滚爹 还是选今年的黑马纵横吗 我都不选 董小姐 我想选你 选我 夏东先生 难道你刚才没有听见吗 乔氏的龙翼兄弟娱乐 会处处的阻击龙黄娱乐 以乔家的才是 要是铁了心的想要阻击龙黄 就算是董总也无力回天了 你和他签约 星途 他是一片黑暗呢 没错 不如和我们合作 以夏东先生您的这些金曲 我保证 能让您 红透言国呀 不好意思 我从一开始就不想当明星 我要当的是资本 是凌驾所有明星歌手之上的资本 董小姐 我也以我刚才所创造的歌曲为姿 肉骨龙黄 夏东先生 你可想好了 龙黄集团所有的金牌编剧 已经被挖走了 现在元气大伤 要是乔少铁了心的要打压龙黄娱乐 他们可撑不了太久了 没错 没了好歌 连歌手都留不住 点凉柱都没了 龙黄能撑多久呢 谁说没有好歌了 夏东 你写的那几首歌确实都是金曲品质 但只靠这几首也很难解决我们现在的危机 我这什么都不多 就金曲多 你想要多少我给你多少 我还能根据你们公司的天王上将 量身制作歌曲 量身定作 我们之前请的国外作词作曲家 量身定作一首歌 就要等上三个月 甚至半年时间 等这么久 那只怕龙黄早就被乔氏吞并了 用不了那么久 给我几分钟 我还能给你们公司歌手量身定金曲 还能做出一百首金曲 捧红你们公司所有艺人 打造属于龙黄的音乐帝国 一天 创作一百首金曲 严国的所有的作词作曲家 在一天 也不可能创造出一百首金曲啊 没错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创作这么多歌曲 你能保证质量吗 质量如何 听一听我就知道了 你的背包 背到现在还没烂 却成为我身体 聊聊百字 倒进初恋的苦涩 太适合陈讯了 这肯定又是一首 包含无数奖项的金曲 我那么多遗憾 那么多期盼 你知道吗 我爱你 是多么清楚 多么坚固 是婉转的曲调 清澈的嗓音 适合阿哲 我和你吻别 在无人的前 最爱爱爱爱 不完 把你的心 我的心 传一传 传一周星云 找传一个同行园 温德华 郭富国 打虎队 这些歌曲 和我们公司的艺人 完美契合 夏冬 你到底是什么神人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写出这么多的金曲 这算什么 只要你要 我随时都能写 刚才出了这么多金曲 现在又出了 上百首私人定制 随便一首歌 都能把一个艺人 捧到天王巨星的位置 夏冬先生 我恳求你 加入龙皇 拯救龙皇娱乐 用你的才华 换取龙皇 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不 我愿意给你 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让你成为龙皇 最大股东 我愿意给你 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让你成为龙皇 最大股东 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啊 龙皇市值千亿 每年的分红 至少一个亿 夏冬 这是多出了 五百个亿的身家呀 不亏 不亏啊 夏冬先生 才华横溢 光着一百首金曲 说不定啊 就能给龙皇 带来百倍的利益 阎国娱乐圈 要变天了 夏冬先生 只要你肯签下合约 我们龙皇娱乐 所有的资源 随你调动 包括我这个总裁 董沐碗 好 我签 你不会和我 今天的决定 我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龙皇娱乐 成为整个严国 最大 最出名的娱乐公司 太好了 我现在就叫人 去准备合同 我们今天就签约 没问题 不行 我得尽快通知 滚碟董事 就算没办法 把夏冬挖来 也争取能和 龙皇娱乐合作 买下几个歌曲的播放权 也能大赚一笔 各位媒体朋友 我宣布 我们龙皇娱乐 正式和夏冬先生合作 龙皇将转让 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从今日起 夏冬 成为龙皇娱乐 最大股东 周颖 皇上 以为棒上了乔少坤 就能安然无恙了吧 我会成为 严国娱乐圈 幕后的娱乐大亨 我会一步一步 让你们成为 娱乐圈的丧家之圈 还得是乔少才大气粗 您挖走龙皇娱乐 所有的作词编曲和编剧 这下好了 龙皇娱乐 没有了好歌好剧本 提供给那些艺人 他们还不得都 转头到您的门下 这不算什么 谁敢阻碍龙翼兄弟的路 都得除掉 等我木暗敢爱我的事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乔少 那等龙翼兄弟成了 严国最大的娱乐公司 您可不能忘了我呀 你放心 只要你忠心耿耿地跟着我 我保证 一定把你捧成 一线明星 多谢乔少 乔少 那个夏冬害得我们 在所有媒体面前都丢人 也打了您的脸 他还没出名呢 就起到您的头上 拉屎拉尿 那他要进了娱乐圈 那还了得 您可不能轻易放过他呀 夏冬就是一个 没权没势的废 就算能写出几首歌来 娱乐圈 仅为他的匿述之地 这还不够 与人斗啊 要直攻其短 那个夏冬虽然只是个 种地喂养的 但是 他老婆长得如画似玉 乔少肯定喜欢 还是你有主意啊 我这就给乔少安排 我要夏冬人才两师 后悔得罪了我 这合同看这么久了 还没看完呢 怎么会烦啊 你现在可是大股东了 每年的风红都有一个亿呢 夏冬 你说唱几首歌 怎么能赚那么多钱啊 这还只是刚开始呢 这么些年了 你和若若跟着我吃了不少苦 现在有钱了 以后你们想要什么 就有什么 我夏冬发誓 以后 不会再让你治一大苦 只要和你在一起 干什么都不嫌苦 夏冬 其实有时候 我觉得这一切特别不真实 我好害怕一觉醒来 我们又回到过去了 我跟若若 又过上了那种 吃不饱 沉不暖的日子 傻瓜想什么呢 这一切都是真的 而且以后啊 我会让你和若若 过上更好的日子 我当然信你了 对了 明天我妈妈要再成立过生日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去给他老人家祝寿啊 月母生日我当然要绝了 不仅得去 我还要带着大礼过去 谢谢 祝老太君生辰安康 万寿无家 好好好 乖女儿 快坐 大家快请入座 哈哈哈哈 夏冬 我妈可没让你坐吧 夏冬 我妈可没让你坐吧 志远 你这是夏冬 今天我妈过瘦 你个当女婿的空着手啊 不合适吗 志远 宇次远 姐啊 早就让你别嫁了 这个废 废不听 跟着他之后 不断点挨打 恐怕连饭都扯饱了 我和秋已经买过礼物了 待会就会有人送过来 你 你一个赌徒 能送什么好东西 该不会 是农村里养了土鸡吧 哈哈 今年我妈大寿 请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你还是别在这儿丢人 志远 你姐夫他已经能赚钱了 不再是以前那个指挥喝酒赌博的 姐啊 你就别替他说话 夏冬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还弄不清楚 这些年来 要不是靠着我们贴补 你和若若 早就饿死在街头了吧 夏冬要是能赚钱 猪都能上树 小志远 之前是我不懂事 亏待了秋雨 不过现在我能赚钱了 我以后 一定会好好疼他 爱他 让他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夏冬 你还学会还原巧语吗 说这么多 不然是想在我们这儿骗点钱啊 我没有 我告诉他 今天我姐就要改嫁 你就算想回改 没机会 你什么意思啊 行了 今天是大起的日子 你们别吵了 夏冬 一会儿有贵客要来 你先走吧 行了 今天是大起的日子 你们别吵了 夏冬 一会儿有贵客要来 你先走吧 妈 你怎么能这样 姐 这时候你就别替他说话 待会儿贵客就到 你收拾收拾 今天就把这婚事给定 什么婚事啊 你什么意思 你还好意思问 我姐长这么好看 我总不能看她 给你这废物凑合过一辈子 所以啊 我们小姐就给我姐重新找我们婚事 婚事 什么婚事 我是夏冬的人 我已经结婚有孩子了 你为什么还给我安排婚事 姐 我最近认识了一个成都豪生 人家不仅家族产业丰厚 在娱乐圈也涉足颇广呢 认识好多大明星 你要是能嫁给他呀 我们家就能飞黄腾达 秋雨是我老婆 你们还想把他嫁给谁 你还好意思说话 要不是你这个废物拖累了我姐 我姐早就嫁给有强人了 现在他天不知彻来责问我了 够了 今天是我萧夏的大日子 你一个外人没有资格待在上 要么你自己滚出去 要么我让人赶紧出去 夏冬是我老公 是我孩子的爸爸 怎么会是外人 姐 我生是夏冬的人 死是夏冬的鬼 我死也不改嫁 我乔少坤就喜欢这种有情有义的 这门婚事 我同意了 我乔少坤就喜欢这种有情有义的 这门婚事 我同意了 乔少 您终于来了 乔少坤 周阳 你们来干什么 这不是夏冬吗 乔少 你怎么认识这个废物 你可不知道 你这个姐夫写了几首歌 还想和资本动 还妄想着一步当天成为大明星 做梦 夏冬 你一个农村为主养养的 还想当明星 你做梦吧 夏冬啊 就算你让我跟龙皇娱乐无缘 又能怎么样啊 我呀 已经被乔少给签约了 未来可是手去一直在大明星 你呀 老婆都守不住 你们还是死心吧 我绝对不可能让秋玉跟他这种人的 你们还是死心吧 我绝对不可能让秋玉跟他这种人的 这可由不得你 乔少 这就是我姐姐 你看这模样 这身段 不比您公司里 那些一人差 哎呦喂 没想到太平村这种小地方 竟然有如此身段的美人 哎 这可比我之前找的那些女人强多了 我不嫁 我就算是死 我也不会嫁给你这种人家 小秋玉 怎么跟乔少说话呢 赶快倒贴 哎 你们懂什么呀 这马儿越野 驯服起来的感觉才更爽了 离我老婆 赚一点 别动了 别动 别打乔少 够了 婚事就这么定了 夏东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给乔少 跪下 道歉 否则 别怪我 不讲情面 够了 婚事就这么定了 夏东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给乔少 跪下 跪下 道歉 否则 别怪我 不讲情面 你要我给他道歉 你知不知道乔少昆是什么人 他公司旗下的一人 哪一个没有爬过他的床 他玩过多少女人 私生活有多混乱 你这是想把女儿 往火壳里推啊 乔少是什么人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秋雨嫁给乔少 能吃香的喝辣的 我们萧家也能跟着一飞冲天 夏东 别以为你写了这首歌 当了明星就了不起了 告诉 胳膊 扭个大腿 得罪了我们乔少 你啊 在娱乐圈一天混不下去 再说了 乔少啊 已经给萧家送了五十万的彩礼 想不诈 做梦 你这是嫁女儿还是卖女儿啊 区区五十万 就能让你把女儿卖过去了 区区五十万 夏东 五十块你能拿出来吗 别在这儿丢人了 赶紧给我滚 行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趁着我老生我今天大寿 一病连婚期也定了 双喜临门 夏东 你还赖在这儿不滚 是想看着我跟你老婆 一起完婚吗 贵客送龙井别墅一座 兰博基尼一辆 每天一千万 恭贺老太君 福寿绵绵 万寿无疆 贵客送龙井别墅一座 兰博基尼一辆 每天一千万 恭贺老太君 福寿绵绵 万寿无疆 哎哟 乔少 难道这是您 送给老生我的书礼 这怎么可能 我只让手下准备了几根廉价山身 一个乡下来被人穿烂的破鞋 也配让我出千万去取 难道是手底下人办错了事 当然是乔少 除了乔少 谁还能有如此大手笔啊 难不成是夏东这个废 没错 这些东西 是我送的 夏东 你当我傻吗 这是兰博基尼 不是二八大杠 你以为什么人都能送得起吗 志愿 够了 邱宇 这个只会说大话的废物 有什么资格让你替他说话 妈 厉害 厉害 老太君 既然你们家 有这么厉害的女婿 你何必让你女儿改嫁呢 我看 我们还是走吧 老太君啊 乔少 可是我们成都首区一指的高门大 因为这个废物女婿得罪了我们乔少 我看你们萧家 也没有这个鱼龙门的命 乔少 要不咱们还是把礼物都给收回去吧 嗯 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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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萧家把礼物收了 夏东 还不赶紧给乔少下跪赔罪 夏东 乔少今天送来了不止这些好礼 还准备送我姐出道 当明星 你个废物 天不知彻 赖在我们萧家不说 还准备当我姐的前程 当我姐的幸福吗 我夏东的老婆 要当 也只能当凌驾于明星之上的资本 而不是一个戏子 你还真是好大的口气 夏东啊 别以为你写了两首歌 签了龙簧 就能平步青云了 我们乔少一个电话打过去 就会让你被封杀的 好 我等着看你怎么封杀 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那我就满足你 三分钟 全平台封杀 夏东 夏东 这个怎么办啊 要不我们还是跟乔少道个歉 让他放过你吧 没事 你耐心等着 我不会有事的 可是 就凭那一个小少爷 想要封杀我 他还没这个资格 大言不惭 乔少可是娱乐圈 支手这天的大人物 待会儿啊 恐怕你连下跪求牢的机会都没有了 年纪轻轻 不脚踏实地 好高物远 我过寿你空手来也就算了 还妄想借乔少的女县服 秋雨 你现在知道她是什么东西了吧 我接个电话 喂 乔少 这个夏东 夏东先生 近几日爆出了数百首金曲 各局首首都展望了国内外多个奖项 更是言国新闻都报道了夏东的事迹 还有多个天皇天后 陪着队都求他合作 我们恐怕 你说什么 一个废物你们都解决不了啊 我压你们干什么去的 什么 什么天气 什么军事的角度 大少 你不是要封杀我吗 继续啊 你嚣张什么 你给我等着你 喂 国天王 夏东你知道吧 一个臭血格的 得罪了我 我要封杀他 你帮我跟歌堂元老打个招呼 谁都不许买他的歌 我看你小子 怎么在娱乐圈混得下去 我要看看 你在娱乐圈你怎么混 夏东 就是那个给龙皇娱乐写歌的夏东 乔少 我看你不是想封杀他 是想封杀我 喂 这怎么可能啊 瞧 乔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夏东就是一个赌博成兴的废物 就算他们写几首歌 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力啊 更不可能和天王成了关系嘛 乔少 继续啊 夏东 你别给老子得意那么早 我在娱乐圈人脉可不止这么一点 我就不相信了 喂 喂 立刻给我联系 黎千王 张千王 刘千王 美姐 韩姐 静如 让他们集体拒绝夏东写的歌 谁敢跟夏东合作 就是跟我超市 跟我龙毅兄弟舆议论作对 谁敢跟夏东合作 就是跟我超市 跟我龙毅兄弟舆议论作对 夏东 就算你写的歌再好 被我封杀 就是一句话的事 你一个臭血歌的还敢跟乔少作对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 夏东 还不赶紧跪下给乔少道歉 就算跟天王写的歌也没用 得罪了乔少 还不是死了一条 就是 夏东 赶快跪下道歉 免得你得罪了乔少 再延泪到我们 夏东 这个怎么办 刘天王 郭天王 张天王 李天王到 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到 四大天王 不愧是乔少啊 一开口 四大天王都要亲自前来 夏东 写两首歌了不起啊 尾巴翘到天上 跟乔少比 你还是一文不值 夏东 赶紧啊 签了离婚协议 和我姐离婚 别当我姐嫁 乔少 当我呢 飞黄腾达 算你们几个实相啊 知道就算身为天王 和我们作对 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哎呀 看在你们亲自前来一场的份上 我就不跟你们计较了 只要你们不再买夏东的歌 咱们还是可以继续合作的吗 哈哈哈哈 乔少 这都是你们乔氏集团的意思 跟我们几个可没有半点关系 夏东先生 你可千万不要生我们的气呀 你们搞错了吧 这可是乔少 这就是个重地位猪了 什么肖家不要的废物 你们害怕他干 夏东先生 我们可从来没有答应 和乔氏集团合作 参与封杀您的事 您给我们的歌 可不能不写呀 对呀对呀 你们居然为了一个废物 得到乔少 是不是不想跟乔少合作了 不和我们合作 是你们乔氏集团的损失 我们要是因为你 没能和夏东先生合作 是我们职业生涯里 最大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永远不要和夏东合作 我给你们每个人 再赠送一千万 再赠多少钱都没有用 乔少坤 我看你现在还不知道 夏先生在娱乐圈的地位吧 再赠多少钱都没有 乔少坤 我看你现在还不知道 夏先生在娱乐圈的地位吧 龙皇娱乐的总裁 懂我啊 夏东这个废物 怎么可能认识这种人物 一个只会写歌的臭废 他能有什么地位啊 夏东先生写的歌 已经被制作成多首商片上市 最高销量达到了一百亿 而且首首刷新的 严国的唱片销售记录 他的名气已经达到了海外 现在多的是国际明星 排着队等着他定制歌曲 夏东再厉害又能怎么样 乔少已经挖走了龙皇娱乐的百名编剧 夏东给你们写一首歌 乔少可以给你们出一百首 一百首 没错 我保证 只要你们跟我合作 我一年给你们出十首专题 乔少 废品再多也没什么用 比不上夏东先生一首 夏东先生一首歌就能让我们功成名就 夏东先生一首歌就能让我们功成名就 嘿你小子 乔少 我劝你有空还是好好关注一下国际形势 夏先生写的那些歌呢 已经让龙皇娱乐的知名度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股票已经涨停了 而且他现在一首歌 已经拍到了六千万的天价 一首歌六千万 他不就是个废物吗 怎么可能赚这么多钱呢 靠一个夏东怎么可能和百名逼句看好 百名逼句都没有把龙皇娱乐送往国际 一个夏东怎么可能做到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夏先生做不到 这还得多谢了乔少年 花高价挖走了那些废物 现在乔氏还得花双倍工资养着他们 压力很大吧 你 好好好 好的很 你想跟我斗 那咱们就斗到底 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呢 想斗这个废物斗具有什么能力 能让天王斗具规刑他 不过是会写几首歌吧 带出几个歌手 在阎国娱乐圈呀 根本算不得什么 他夏东 总有江郎财新的一片 乔少 你才是娱乐圈的天下 你说的对啊 几个歌手算得了什么 立刻给我联系 传练所有的编剧和出品方 我要把所有的好剧本 都收入囊中 让龙活娱乐无息可拍 我倒要看看 他能撑到什么时候 夏东先生 这事根本没有关系 都是乔少会一意孤情 如果您愿意给我们几个写歌 我们四大天王 愿意签到所有和乔氏一样的合作 你们放心吧 给你们四个写的歌 已经开始制作了 谢谢夏东先生 谢谢夏东先生 那我们就先走了 一首歌六千万 四首歌两亿四千万 那我们不成亿万服务啊 难道这些礼物都是夏东送的 早和你们说过 你们还不信 姐夫 你真的赚了这么早钱啊 笑错人了吧 你姐夫刚刚不是已经出去了吗 夏东 你别不吃好胆啊 我现在是同意你和我姐的事 给足你面子 谁让你刚刚是不是找了演员骗 演戏 龙井别墅的房产证上写的是萧秋雨的名字 这个有假 蓝伯基尼一辆就在门外停着 这个有假 成都银行的VIP黑卡一张 死卡内金额低于一千万都是不可能的 这个有假 别墅 豪车黑卡 我们小家发达了呀 本来这些东西都是夏先生命我特地送过来给您喝寿用的 不过老太君急着去攀高枝 那这些东西我就先收回了 别人 姐夫之前都是我错 我错快点让他们回来吧 现在又说我是你的好姐夫了 刚才不还重复我 说我是个废话 我的好女婿之前都是我有眼无珠 现在你拿出两个亿给我们管理 你永远是他的好姐夫 我的好女婿 没错没错 姐夫 我还没有结婚 你得给我买个别墅 买个好车 这菜里最起码也得几个亿吧 姐夫我知道 这点钱对你来说都不算什么 那可是几个亿啊 你张口就来 你把夏东当什么了 当什么 当然是当好女婿了 夏东 我女儿跟了你这么久 受了这么多委屈 耗费了这么多青春 现在你有钱了 也应该补偿补偿呀 你们 之前啊 你都让我们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 这你得补偿补偿吧 够了 姐 什么态度 你们就知道钱钱钱 夏东没赚钱 你们就想把我给卖了 给肖志源买车买房买媳妇 夏中赚钱了 你们居然想着 舔着脸找他要钱 除了钱你们还知道什么 肖秋雨 我把你养这么大 不花钱吗 你现在结了货 就胳膊肘往外拐 你这个没联心的 你们口口声声都是钱 那我问你 若生病的时候 我求你们 你们给我钱了吗 那我不是怕把钱给了你们 又让夏东拿去堵干净了吗 可我只是问你们要点米面而已 我只是想让肉肉吃饱饭 你们给了吗 哪怕只是让肉肉吃口饱饭而已 可是你们呢 你们叔叔嫌我们烦 帮不得我们死得远远的 可是不管怎么说 秋雨 她也是你亲弟弟 现在你男人有钱了 不该帮衬点吗 但凡你们帮过我们一次 我跟夏东都会还这个人情 你们要多少钱 我们都会给你 是你们有吗 你们不过是想仗着这点血缘关系 让我当伏地魔而已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 不可能 夏东 我们走 夏东 你就住这儿啊 我就是农村人 让董总先笑了 夏东 你现在已经是我们龙皇娱乐 最大的股东 也是我们龙皇的脸面 我这就安排下去 给你们家再定一栋别墅 给你的女儿 安排最好的交易 夏东 那就多谢董总吧 谢什么呀 以后我还得仰仗你呢 哦对了 以后别叫我董总了 叫我沐碗就行 夏东 这位是 这是董总 龙皇娱乐的负责人 就是之前跟我签约的那个总裁 没想到你还认识这样的大人物 这龙皇娱乐的总裁 长得还挺年轻的 还这么漂亮 漂亮吗 在我眼里啊 你才是最漂亮的 就是了 他好开心 不过这次 他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 还为我们招了这个招了那个的 我怕呀 他八成是看上你了 你别胡说 我和董总啊 只是合作关系 不是你想的那什么乱把鸡糟的 你现在有钱有本事 生意上的事呢 我又帮不上你什么 有这么个总裁在身边 为你助力 也挺好的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可以 夏冬 出大事了 龙皇旗下所有的演员都在剧中闹事 纷纷提出要解约 我得回去一趟 什么 怎么会这样 秋雨 我 你快和他一起去看看呀 为什么我收到了十几个一流影星的简约函 龙总 我们龙皇遭到了乔市的狙击打压 截止到目前 公司市值估计已经保跌十个亿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还不是因为你得罪了乔少 乔市集团还截断我们所有影视合作 龙皇娱乐 现在连一个剧本都拿不出来 各位明星没有戏拍 还不和我们解约 董董 公司所有的编剧都被乔市给高架挖走了 如果一个月内再没有好的剧本去执行拍摄的话 我们旗下的这些明星可能都要走光了呀 而且 有几个影后影帝我们是签了合约的 每季度提供一部哀死家级别的点儿去 要是给不出光违约金就得赔几十亿呀 乔少坤 是想把我们龙皇往死路上逼呀 董董 让夏东 给乔少公开道个歉 让乔少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道歉 你们要我向权势低头 向故宫低头 他们那种拿钱买冠军的行为如果都能被原谅的话 那龙皇娱乐也没必要再开去了 你 要不是董董签了你 我们会和乔少结仇吗 你不道歉 是想眼睁睁的看着龙皇宣布破产吗 没错 夏东 你也别太自私了 这段时间写歌 龙皇也帮你赚了不少钱了 是时候该回报龙皇的知遇之恩了吧 知遇 要是没有我入骨龙皇 只怕龙皇一乐 早就被乔少坤吞并了吧 还有你 口口声声说是因为我才得罪乔少坤 难道没有我 乔使集团就会放我们吗 你 这 乔少坤一直视龙皇为敌 早就暗中筹备对付你那个事了 现在一个个的当缩头乌龟 还想着坐地拂晓 只怕按照你们说的 道歉才会使龙皇毁于一旦 夏东 你觉得该怎么办 你放心 不就是剧本吗 我来写 我会让龙皇成为整个盐国 乃至整个世界最顶级的娱乐公司 前世我看过那么多优秀的影视作品 随便哪一个都是这个时代的爆款 你写 你知道写一个好的剧本需要多长时间吗 有时候需要五六年的时间才能磨出来一个好的本子 靠你 两三天是写不出好东西的 山先生 我知道你写歌很厉害 但是电视剧毕竟和歌曲是不一样的 等你后辈的几个月去创造出一个剧本 可能我们龙皇都已经全部倒闭了 没错 要是几个月出了一部垃圾 还不把我们龙皇给耗垮 董总 我看还是先道歉吧 董总 还是道歉吧 现在道歉还能给龙皇一条活路 再等下去恐怕就来不及了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重新培养编剧了 可是 你放心吧 用不着几个月 今天我就能给你们写出几部S级的电视剧 一天的时间 一部S级的剧本 小董 你再跟我开玩笑吧 山先生 你还是别在这儿开玩笑了 龙皇的市值正在下跌 咱们在这儿每耗费一秒钟的时间 就会损失几百万呢 没错 阎国一年才出一部S级的电视剧 那都是明边剧耗费几年的心血才能写出来的 你一天时间怎么可能能写得出来 谁说我开玩笑了 拿笔来 今天我要是写不出来 我甘愿让出龙皇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震惊整个娱乐圈的第一步 就从宋朱格格开始 东东 你不会相信那小子一天之内就能创造一部S级的作品吧 他就是在吹牛而已 要真有这本事 怎么从来没见他拿出过什么作品 夏东屡次拯救龙皇娱乐 他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带领龙皇冲出乔少坤的阻击 甚至带领龙皇登顶世界顶尖的娱乐公司 童总啊 你该不会是被这小子给灌的迷魂汤了吧 这会儿啊 咱们再想不出别的什么点子的话 咱们龙皇可就是在劫难逃 无力回天了呀 龙皇到底会陷入泥潭 还是在我的带领下 一飞冲天 各位 看一下剧本就知道 送出格格 乾隆流落人间的女儿子 为不远万里 去京城和夫妻相认 遇到了热心肠的小燕子 中间经历了重重磨难 最终成功到达京都和皇帝相认 并和两个阿特结杯夫妇 哎呀 不错 真是不错 情节跌宕起伏 剧情一波三折 人设西京西齐 真是罕见的双女主剧本啊 没错 没错 这两个女主 一个紫微典雅魂镜 一个小燕子活泼可爱 还有大家闺秀和江湖儿女的碰撞 绝妙好剧 绝妙好剧呀 没错 这就是罕见的3S级别的剧本 夏冬 剧本写得太棒了 我相信这部剧一定能够创造记录 创造奇迹 火遍阎国 你放心吧 这部剧一定会成为全亚洲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松竹格格当年一经播出 最高收视率突破百分之六十二点八 超过了阎国电视剧的记录 不火啊 千里难中啊 这 这的确是个好剧本 不过单靠这一部也很难改变龙皇娱乐的困境啊 这种品质的电视剧 你们想要多少 我写多少 你还能再写 是啊 三S级别的剧本 整个阎国 五年也难出一步 你说写都写了 别人写不出来 那是他们没本事 夏冬 你就吹牛吧 你能误打误撞 写出一个S级的影视剧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你还要 还要挑战整个阎国的编剧 都给我住口 你们也是龙皇培养出来的精锐 解决方案拿得出来吗 剧本写得出来吗 金曲创作拿得出来吗 夏冬解决了我们缺少词曲的问题 为我们的歌手量身定制了白首金曲 又拿出了罕见的 三S级的影视剧本 我相信他有能力 让阎国娱乐圈 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你们放心吧 给我一天时间 我保证 我创造出来的剧本 没有一个低于S级的 上一世 那么多精品电视剧 每年都要重播的武林传 大鱼二有花有缺 还有两千年备受女生追捧的 万瓶传 对了 还有白素贞传奇 这随便写出来一个 在这个时代 就是风铭权严国的作品 太好了 写得太快 太快 真的好 没有 绝了 太快 小白蛇修炼成精 为了成仙 了成元 下班找了恩公许仙 没想到一见钟情 以身相许 更是为他放弃成仙 只献鸳鸯 不献仙啊 哎呀 大鱼儿和花有缺 双胞胎兄弟俩 父亲被仇人追杀 一个被仇人领养 另一个不知所踪 因为重重的姻缘关系 纪缘巧合 终于相遇 他们历经了重重模弹 终于战胜了敌人 战杀了仇敌 这是难得的双生字题材啊 还有这个晚宾传大女主剧本 牛咕噜是从秀女成长 一路清扫敌人成为了太后 掌握了实权 操控皇帝 整个剧本看下去是 很长林立实在之爽快啊 这又是一部难得的 三S级剧本啊 太好了 这些作品个个都是精品 没有一个地域S级的 这些剧本够不够解决 龙皇娱乐目前的困境 够了够了 夏东 我在娱乐圈待了这么久 从来没见过有谁 能够一天之内 写出这么多优秀的作品 精彩 精彩 实在是太精彩了呀 赶紧通知各大导演 还有投资商 我们召开剧本为独 我有预感 这些电视剧一定会大卖 未来这些作品 一定会火爆整个阎国 未来五年 不 十年 不可能再有作品 超过这些 不管乔少坤发走多少编剧 我保证 你们不会缺少S级的影视剧 看来 我还真得谢谢乔少坤了 是他跟我们龙皇作对 才让我有机会 跟你这位神秘莫测的原始策约 夏东 我有预感 你一定会给龙皇 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整个阎国的娱乐圈 会发生天翻覆地的表白 这些不算什么 只要你们想要 什么题材我都有 而且我敢保证 每一部都会刷新收拾率 上一世 那些大热的电视剧 我的兄弟连 亮刀 北边无战事 大明朝 大东门 父母辈的爱情 闯关东 随便拿出来一个 都能刷新这个世界的收拾率 写几部剧本 也只过挽回了一点损失 夏东 你得罪了乔兽坤 我们公司才会遭遇 积极 现在我们没能如期交出创意 各大品牌公司要和我们解约 我们要支付一大笔违约金 广告又是怎么回事 我们跟各大品牌都签约了合作 本来这几天就要交付广告脚本 没想到编剧都被挖走了 再不如约交付 赔违约金是小 得罪了这些客户可就亏大了 我看啊 你现在还是赶紧赔礼道歉 免得到时候乔少再针对我们龙皇 现在都是什么广告去创意啊 有一个老年保健品 脑力巾 酸酸梅 还有吕祥职业绩效 圣宝片 不就是几个广告吗 还把你们难住了 还是交给我吧 广告你也能写 我不再能写 我还能保证 这些广告一旦播出 绝对是经久不衰之错 上辈子的动画广告 洗脑了几代人 没想到改成了真人版 效果一气呵呵 挖掘的技术 哪家强 炎火闪通 找吕祥 这些广告一经播出 就迅速传开 脑力巾 各大商超都有在卖 吕祥职业绩效的学徒 也成倍的增长 甲方对我们很满意 达成了长期的战略合作 夏东 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 都是我运气好罢了 这几个广告呀 刚好受大家喜欢 你就别谦虚了 我就没有见过有谁 随便出几个广告创意 就为公司创收一亿八千万 我也没有见过 有谁随便写了一个 宋猪格格 就一炮而红 宋猪格格这么快就播出了 没错 宋猪格格一经播出 就一炮而红 收视率超过了春晚 创下了历史记录 光是广告收益 就达到了三百亿 现在各大播出平台 还有广告商 纷纷联系我们 要投资我们接下来的剧 三百亿不算什么 相信我 我会带领龙皇 走向这个世界最顶端的 上辈子宋猪格格 一连就是火了十几年 这个主演 也都因为这部剧 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只是可惜啊 几个主演 却出现了各种问题 希望这一世 这几个主演 不要背死我吧 上辈子宋猪格格 一连就是火了十几年 几个主演 也都因为这部剧 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只是可惜啊 几个主演 却出现了各种问题 希望这一世 这几个主演 不要背死我吧 我当然相信你 是你从乔少坤的手中 救下了龙皇娱乐 也是你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把龙皇 捧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接下来 我就看你 让龙皇成为第一 你的广告和演示作品 都大放一彩 让龙皇往前卖了一大步 我还有礼物 要送给你 什么礼物啊 实时播放了第一 国民讨论都第一 收视率第一 我 连参演的演员 都成了火灭全国的明星 懂我啊 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能耐 我来的什么逼局啊 哎呀 乔少 消消气嘛 我怎么能不生气 我请来的那些编剧 都是垃圾垃圾 我还得还高架养着他们 本来想着福地生气 让龙皇娱乐彻底倒闭 现在好了 人家请回来一个高人 趁着东风一路飞升了 哎呀 乔少 那龙皇娱乐 那么多编剧 都被您给挖走了 到时候 大不了我们再出这高架 把他们全都给挖过来 哪有那么简单呀 这个人神秘的很 根本不可外界接触 到现在我连他姓声名 谁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挖呀我 他要真有这么厉害 怎么到现在 还能积极无名呢 你管这叫积极无名 宋朱格格 可是他的第一部作品 上映之后 火遍大江南北 接下来上映的五迪传 适应之后 也是备受好评 据说 又是一部 3S级别的电视剧 可惜啊 你见过他的真容啊 乔少 过几天 龙皇娱乐会在成都最大的宴会天 给他举办一场庆功宴 只要肯开架 还有什么人说挖不来的 到时候懂木碗无人可用 龙皇娱乐迟早要倒台的 还是你有主意啊 乔少 以后要是把这个金牌编剧挖到手 你可不能忘了我呀 你放心 到时候我一定让他给你量身定制一个剧本 让你成为整个阎国最火的女明星 夏冬 你的几部作品都备受关注 尤其是出你做宋朱格格 更是有望包揽今天所有的奖项 所以我在云顶盛宴 举办了一场庆功会 邀请了各大品牌商还有名流 庆功会 我们接下来的影视作品都要进行招赏 还有 我要把你介绍给各大名流 我要让整个阎国都知道你的大名 那我当然要参加了 我听说乔少坤还有黄生和周莹 都在打听怎么得到我们的邀请函 你说要不要 既然他们想凑这个热闹 那就给他们 周莹 上一世你为了得到影后不择手段 这一世 我就要让你在最万众瞩目的地方 成为丧家之前 没想到一个新人竟然能成为阎国最火的一切名称 这都是我运气好 才能拿到龙皇娱乐的精品剧本 一炮而红 这位大人物手里还有好几部三X级别的电视剧 今天要在这里招商甚至现场选角呢 那岂不是我也有机会 要是能够搭上那位大人物 我又能得到一个强大的人脉 说不定又是下一代的新女郎 看来这次新公会 龙皇娱乐请了不少圈里大老啊 我竟然看到了不少前世大火的明星 喂 夏东路上有点堵车 我和龙皇股东可能晚一会才能到 我已经和云顶盛宴的孙总打过招呼了 看到龙文贴 他知道该怎么做 没事 你们路上慢点 我在宴会下等你们 这不是夏东啊 你来这干什么呀 这是龙皇举办的庆功宴 我来 当然是参加宴会了 夏东 难道你还没收到消息吗 这可是龙皇娱乐为了一个大人物 举办的庆功宴 今天收到邀请函的 要么是颜国的权贵 要么就是社会名流 你来参加 你配吗 你来参加 你配吗 夏东 我劝你呀 还是赶紧滚蛋 在这阻碍了宴会的进行 你可担待不起 我阻碍宴会进行 今天我要是不在这儿 这宴会才会进行不下去吧 真是好大的口气 一个废物罢了 还敢在这儿狂妄 我看我们今天就去龙皇娱乐 清理了这个垃圾 免得脏了各位贵客的眼 我看你们才是垃圾吧 有钱有势 奉如生生父母 没钱没势 气如碧缕啊 你 这不是阎国有权有势的人 这不是什么垃圾都能来的 陈先生 你肯定滚 否则 否则我扒了你的皮 好 我今天都要看看 你们是怎么扒了我的皮 要了我的命 来人 黄远帝 有何吩咐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今天的云顶盛宴 切决一切顾客 已经封锁了整个现场 这为什么 还有个垃圾留着 黄远帝 不好意思 我立刻就将人赶出去 这位先生 麻烦你先出去吧 你不问清楚就要赶我走啊 先生 今天这里 都是阎国数一数二的名流权贵 惊扰了贵客 你担待不起 所以啊 我还是请你先滚出去吧 怎么回事 抄抄什么呢 待会那位大人物就要来了 还不赶紧把无关紧要的人物 清出去 便悟了那位大人物的眼 听到没有 吓动 这个做人呢 最重要的就是看清自己 这里啊 没有你的位置 赶紧滚 我拿邀请函来的 为什么要滚啊 哟 连假的邀请函都做得出来 你为了来蹭这个热度 还真是费尽心机 用尽手段啊 你凭什么说我的邀请函是假的 谁不知道邀请函 长这个样子 你拿个卡通的玩意儿还真够别致的 你以为你是今天的那位大人物是庆功宴的主角啊 没错 我就是你们口中的大人物 没错 我就是你们口中的大人物 大人物 大人物 笑死人了 他说他就是那个神秘人物 真的假的 哼 那位大人物身份神秘 从来没有在人前露过面 他说是就是 也是冒名顶替的吧 这个不是那个写歌天才夏冬吗 难道他真的跨界去写了剧本 一炮而红 为龙黄娱乐赚了那么多钱吗 好大的口气王经理还不赶紧好好看看 别什么废物都能进到这个宴会厅的门 这位先生 你的邀请函拿给我看一下 你的请典做的也太假了 云顶盛宴的邀请函都是这样的 你的上面名信都没有标上 还写了个贵宾二字 我说了今天这场宴会是为我而办的 不需要写什么姓名 那这张请帖在我手里 这场宴会是不是为我而办 我是不是就是龙黄娱乐宴请的那位造识 真的是笑话 夏冬 这不是你的东西 说破了天也不是你的 假冒别人的名讳 并不会让我觉得你有多了不起 只亏让我觉得你就像一个过街的老鼠 今天云顶盛宴宴请为大人 我最后再给你资金 要么你自己出去 要么我让手下将你打出去 住手 都给我住手 今天云顶盛宴招待贵客 我千叮宁万嘱咐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你们这在做什么 孙总 都是这些小孩捣乱 你放心 我立刻把他赶出去 孙兽 孙总是吧 我今天带着邀请函来的 你们就是这么对待贵宾的 龙文奇 一个伪造的请帖罢了 还敢来冒充贵客 我看啊 你上来就是来混吃混喝的罢了 孙总 我这就陪人把他赶出去 瞎了眼的废物 看看你做什么好事 孙总 是我办事不利 让那个废物给混了进来 你放心 我这就把他打出去 绝对不让他污了贵人的眼 你这嫌你命更长了是吧 还不赶紧和贵人道歉 贵人 这这 云顶盛宴总裁孙胜 招待不受 请行政责罚 孙总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夏东他就是这个废物 他受不及你的脸 没错没错孙总 赶紧把这个废物赶出去吧 那位大人我马上就来了 今天来的都是阎国的名流 他呀 没资格 出口 此为龙闻且 是我们单独颁发给那位神秘大人 今天这场宴会 就是为他而办 你说他够不够 今天这场宴会 就是为他而办 你说他够不够 什么 可能 夏东 竟然真的是这个大人物 他竟然真是云顶盛宴的贵客 我 我这是做了什么 你敢愣着干什么 把他给我拖出去 免得脏了贵人的眼 孙总 孙总我错了 孙总 孙总再有大了 夏业人就咬我吧 夏业人 我这就处理处理 你有什么事 召唤一声 整个云顶深夜所有人 结成为你服务 云顶深夜的孙总都来了 真的吗 真的是那个大人物 他就是 现在 你们难道还不相信我的身份 那我刚才岂不是得罪了那位大人物 等等 这龙闻铁上 连个名字都没有 我怎么知道这龙闻铁 是不是你偷的 没错 夏东 你老实交代 这帖子是不是你偷的 你们还真是死不悔改呀 刚才孙盛已经证明我的身份了 你们还不信 还想要干什么 你 你就是一个废物 你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实力 你肯定是不知道从哪儿偷了晴天 冒名鼎替 对 冒名鼎替 冒名鼎替 小子 谁给你的胆子擅闯轻功宴 还在这冒名鼎替大放厥词 还不赶紧滚出去 没错 等着我们把你打出去不成 刚才孙总是被你给骗了 待会儿要是反应过来 只怕你想走都来不及 我没有冒名鼎替 今天我要是走 这场宴会恐怕就开不下去了 吓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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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厉害 你的意思是 这场宴会是为你开的 你就是那个大人物了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啊 一个废物还敢冒充他人 别以为自己会写两首课就了不起了 你跟那位大人物比呀 什么都不算 真是搞笑 你知不知道你冒充的那位大人物是谁 你知不知道那位神秘人物写的剧本 已经创下了严国收视率第一的电视剧 更是凭借一己之力让龙皇娱乐一夜之间起死回生 集团估值暴涨三百亿 那可是娱乐圈内只手遮天的大人物 是一代传奇 岂是你个废物能冒认的 你们费尽心机想拿到邀请函见我一面 现在我来了 没想到你们却目不时珠 还有你 没有我捧红你 你现在还是娱乐圈一个上不了台面的龙套 现在也敢对我一指气指 我火遍大江南北 那是凭借我天资聪颖 自身实力卓绝 跟你有什么关系 本来还想跟你继续签余 下一步送朱格格续迹 没想到你不识好歹 他就不能怪我了 什么 朱格格续迹 你怎么知道内定了我 难道你真是那个大人 赵小姐 你可别被他骗了 我可早就听说 宋周格格的续集 还是要原班人马继续出演 他肯定是提早收到了消息 才敢冒充内部名号 夏冬 你还真是心思深沉呀 我可是被那位大人物指定 去出演续集的 岂会因为你的三言两语 失去参演资格 真是搞笑 还真是愚不可及呀 你敢骂我 骂你怎么了 这么好的机会你不想要 多的是人想要 赵燕 我能捧你到云端 也能一句话 让你跌入你谈 夏冬 你还真以为 你就是那个 只手遮天的大人物了 夏冬 既然你真是那个大人物 如果一句话就能让我失去参演资格 那不妨给大家证明试试嘛 你可别后悔 我看是你别后悔 刚刚给过你机会滚了 你不滚 现在再想滚可就来不及了 待会儿啊 你要是没办法让我失去参演资格 可就别怪我把你打断腿丢出去喂狗 三分钟 更改宋族格格的参演人选 我的剧本永远不要赵燕 周永 还有黄生参演 永生不得我们参演 你好大的口气呀 你知不知道 赵燕已经预定了今年的精英影后 我们一个影帝一个影后 再加上一个娱乐圈的新贵 你知道会给一部剧带来多大的利润 你以为凭你一己之力 就能让龙皇娱乐放弃两个影帝影后 一个乡下来的废物 你还真敢说呀 我告诉你们 不是因为你是影后 龙皇娱乐才牵牵你 而是因为我牵牵你 你才能是影后 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夏冬是吧 我知道你 在那个好声音上写了几首歌 搭上了董小姐的关系 怎么现在还要变本加厉冒充上大人物了 你觉得自己配吗 夏冬 三分钟时间到了 人呢 怎么没人来公布消息 三分钟时间到了 人呢 怎么没人来公布消息 你不是说要那位大人物的剧本 永生不跟我们三个人合作吗 是 夏冬 你刚刚不是还夸想 还口吗 怎么 现在连个 都不敢放了 喂 我不是说了我在庆宫殿了 不要给我打电话 姑奶奶 大事不好了 经纪公司刚得到消息 龙皇娱乐送出格格 第二部原定的女主是你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收回了合同 永远不再和你合作了 什么 陆黄要废除合同 跟我解约 这样 你们不是着急知道结果吗 喂 黄颖帝 东黄娱乐那位大人物亲自发了通知 说拒绝和您合作 接下来所有剧本我们都不能参演 而且严国其他娱乐公司 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 也都拒绝和我们合作 你到底做了什么等罪贵人 这是要被彻底封杀了 什么 我被封杀了 这怎么可能啊 难道这小子 真的是传说中的大人物 那个挥挥手 就能让龙皇娱乐 股价翻翻 成为 严国第一娱乐公司的那个大人物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啊 他就是一个废物 我要写几首歌人耶 怎么可能 一夜之间飞上之头 冲完这首车天的大人物 成名的机会就在我的面前 却被我心上推了出去 还得罪了那个大人物 这辈子 我在娱乐圈算是 悲法里足了 不行不行 我不能就这样失去这个机会 快快 快找人打点 无论付出任何代价 一定要拿到那个大人物的新剧本 只有这样我才能成为国内一线女性 甚至是世界巨星了 夏东 不是 那个夏先生 刚才是我 是我有眼无珠 那个 别跟我一般见识 刚才你还口口声声说我乡下来的 没资格来这种地方 现在我让你看看 到底是谁没资格 我 我 夏东 我认识你这么久 怎么不知道你有这种本身 你是冒充的 你肯定是冒充的 一个我看不上的废物 怎么可能踩到我的头上 周莹 你到现在还是认不清自己 还是和以前一样 短见博士 一样有眼无珠 夏东 咱们两个都认识这么久了 就算我之前哪里做的不对 你看在 咱们这么久的感情分上 你就扰扰我这一次 好不好 不好 你 夏东 你还不是因为我之前 没答应跟你在一起 生我的气吗 只要你能够现在把资源 全部给我跟黄大哥 我什么都答应你 怎么样 什么都答应我是吗 没错 只要你把手头的资源 全部给我们 捧鸿我跟黄大哥 周莹 你还是和前世一样 贪得无厌 怎么样嘛 夏东 我们两个红了 还不是给你赚钱 而且 你还可以趁机 对我提出一期 过分的要求 多过分都可以 是吗 多过分都可以 是吗 当然 我要你 离不愈愈愈好 滚 你什么你啊 你好好看看你这副剑影吧 像你这样的人 就算是脱光了 站在我面前 我都觉得恶心 夏东先生 我都是被他们蒙蔽了 都是他们两个 悠眼无珠 仗势行凶 我可没关系 你别跟我记脏 求求你别跟我记脏 你们几个 都被一个废物 吓破了他 瞧上 我刚刚得到消息 龙皇娱乐的董事 正在赶来的路上 我怕你也是得到这个消息 才敢在这儿 冒名顶替的吧 原来如此 我就说嘛 这家伙 不可能会是那个大人物 他是假的 没错 龙皇娱乐的人还在路上 那位贵客 怎么可能先一步道场 一定是冒名顶替 好啊 你小子敢耍我吗 夏东 你干脆别写歌了 那新演的这么好 干脆去当演员得了 我没演戏 这个宴会 就是为我而办的 我就是你们口中的那个 神秘人 夏东 你还不知悔改 来人 把他给我拉出去 双腿给我打断 赵小姐何必如此着急啊 这进宫宴马上就要开始了 龙皇娱乐的人也在路上 我倒想看看 这小子能装到什么时候 还是瞧上心思信你啊 既然夏东愿意给咱们演这出戏 那就让他演 夏东 你现在给我们跪下挨个道歉 说不定啊 我们还能原谅你 当待会龙皇娱乐的人来了 那可就不是光棒腿的事了 夏东 你装呀 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 小子 等宴会开始 我倒要看看你能怎么嚣张下去 我要当着阎国所有百姓的面 揭穿你的真面目 把你赶出阎国 让你沦为一个人人喊打的鸡头老鼠 乔哨真是好大的口气 这庆功会我还没到 就已经热闹成这样了 龙小姐 我们这是在替龙皇出头 暗出冒名警惕的垃圾 你别不识好歹 乔哨 我不记得我给你发过请柬 你这么厚着脸皮的过来 不会又是想高价 挖走我的神秘人物吧 只要那位大人物 愿意和我乔氏合作 我龙翼兄弟娱乐 愿让出百分之五十的股权 外加三百亿美金 和一座别墅 只要他肯点头 我乔家愿意好礼相赠 三百亿美金 还有龙翼兄弟百分之五十股份 乔家这是下了血本了 既然那位大人物如此有才华 我乔家自然舍得下血本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夏冬 乔家给了这么大的好处 你会不会心动啊 我心动也没用啊 乔少可看不上我 你什么意思 难道说 让龙翼娱乐起死回生 写出那么多三S级别的剧本 一群捧红无数新兴 让龙翼史之翻面的人 竟然是他 没错 这位你们瞧不起的人物 就是今晚宴会的主角 向各位名流们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短期内 让龙翼娱乐登顶全国第一 亲手缔造了奇迹的人 夏冬 这怎么可能 他竟然真的是那个大人物 要不是因为他 你会有今天的成就 既然你不想要 那你的剧本作废 你的一切荣光我都收回 现在失去了 这唯一成名的机会 我还得罪了这样的大人物 我真是瞎了 这不可能 夏冬书就是能写出来 两首歌而已 他怎么能有 这么大的能力 都不管 你就是在骗我们所有人 让龙翼娱乐起死回生的 怎么可能是这个废物 我看你才是个废物 眼睁睁地看着一条真龙 从自己院前游走 夏冬一世无成的样子 我比谁都接触 绝对不可能 假的 全都是假的 我的实力 你无法估量 我的能量 你更没有资格去评价 你就是一个一世无成的特辣下手 一辈子就该在农村筑地 蹉跎一生 不可能踩在我的头顶上 周小姐说反了吧 我看你连坐他脚下 泥的资格都没有 周小姐说反了吧 我看你连坐他脚下 泥的资格都没有 夏 都 哎呀 下现实了 都只误 刚才都只误会 是我有眼无珠 是我支持浅薄 是我有眼不识 鸡相遇啊 只要您别看我一半见识 我愿意 零片酬 参业您的影片 不 我带坐进组 只要您 别看我一半见识 今天晚上 甚至让我大开眼见啊 黄颖帝 你刚才不是还辱我骂我吗 怎么现在 倒开始摇尾几连了 哎 我 哎 敢在庆功会上 跟我们龙皇娱乐 最大的股东作对 以后谁敢跟他们几个人合作 那就是跟我们龙皇娱乐 跟我董木婉作对 我必将倾尽全力 让他们破产清算 在阎国 再无立足之地 不信的 可以试一试 请不吝点赞